在以巴冲突课题上 我国捍卫巴勒斯坦的立场不变 首相纳德斯里安华表示 他因为谴责以色列 在袈裟走廊的野蛮行为 而收到了来自欧洲议员的威胁 提出要对我国实施制裁 但是他并不畏惧 而且声称 只要依然获得人民的委托 就会坚定立场 为了保障首相的安全 警方将会全面提高戒备 把保护首相安全的工作 摆在首要位置 我国昨晚在武吉加利尔亚通体育馆 举行大马与巴勒斯坦同在和平集会 首相安华发表演说时 火力全开 不仅谴责发生在袈裟走廊的残暴行为 也全力捍卫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利 期间他惊爆 因为挺巴勒斯坦而受到欧洲议员的威胁 针对这起案件 安华今天出席 2023年国家语言嘉年华 继全民阅读十年活动后 被媒体追问时 证实确有此事 但他强调 自己不会因为担忧国家安全和经济课题 相反的 会像以往一样 毫无畏惧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其他的事情就交由警方处理 全国警察总长 丹斯里拉扎鲁丁 今天简短回应 马兴社询问时强调 这些威胁可能是牵涉到经济问题 或其他领域 如国家出口等等 但警方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会把保护首相安全的工作 视为首要任务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